我想五月劳动节刚过 大家都在批评 蔡总统的六大保证 做到哪里 青年就业跟青年的失业问题 也不准备面对 最低工资法 他没有要在这个第十届的立院来通过 真的是失望透顶 各位可以看 从这个疫情期间 到现在 今年二月 劳发署的统计 四年移工人数来到了历史新高 大概八万两千人 那今天很现实的 就是在东南亚很多国家 高额的仲介费之下 同时加上国内 在很多的这个劳动环境 没有提升的情况 以及法治不健全的情况 三大因素之下 我们有了一个今天的主题 就是所谓的失联移工 所以在4月10号 这个林又昌部长 到立院备行的时候 他要如何来解决 我们所谓的失联移工高涨 那甚至未来呢 可能会突破10万大军 但是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 他检讨了什么 他准备怎么做 我们只看到 他们在修改这个相关的路出境 及移民法里面呢 要这个调高法则 要对这个逃跑的这些移工呢 寄予重罚等等 法案如果能够解决事情 不会到今天这个数字 所以我相信已经不是 用严刑俊法来对待 这些漂洋过海的移工 或者是失联移工的问题 反而要处理成 更像一些欧洲的国家 欧盟的国家 能够用一个 珍惜这些劳动力 以及对待他们 是类似准国民的方式呢 调整我们的步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政府 我们蔡总统的这个执政 七年下低薪通膨高房价 还有产业缺工 甚至连移工在台的管理 都发生非常大的 这些管理的一个黑洞 那我们知道说 扫子女化 目前是我们的国安危机 那劳动力的短缺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 二十年前就应该要来去做预估 那因为国内政党的恶斗 蓝绿意识形态的对决 造成国家的空转 所以我们的政府 往往都是短期选票考量 没有办法做长期政策的规划 所以可以观察到 这个到2070年之后 其实对未来劳动市场 会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冲击 有见于此 政府却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有效完整的移民政策 还有相关的人力供需上的 一个配比的 完整的一个产业政策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好 好 我给你買了 我给你画得好 我给你迦路线 我给你个人 这会 你那么最难的 我跟我是最难的 我还在哪里 我可以 你俗过 我可以